离开了藤黄楼 于书没有到别处游逛 一路走到书院的正门前 打算回望基楼 趁着这会儿精神充足 加快整理那些眷暗 平靠在街边的马车 看到他出来便驶了过来 停在了他的面前 窗帘掀开 露出了坐在窗边的人影 二叔 大哥 你怎么来了 余叔见到薛瑞 分明有些意外 他有几天都没有在太史书院露面了 快上来 薛瑞催促 扬了扬手中的信件 眼神明亮 压低了声音告诉他 这是你让我查的 今年新入书院女院生的深成靶字 这下 你可不能再和我卖关子 让老师和我说清楚 你到底又发现了什么美目了 余叔坐到车上 欣喜地要过薛瑞手中的信件 一边翻开来看 一边应付他道 哼 你还真有法子打听清楚啊 前几天 他从刘潭的口中得知薛瑞的处境 便拿定主意要助他破案 所以放下心中的顾忌 让他要去调查今年新入院的女学生的深称八字 是为了用祸食法则查出那个夏江明梦中将要遇害的坠楼女子 世家女子的深尘八字是不会轻易外漏的 所信薛瑞真有途径能在短短的三天里查出来 薛瑞被余叔吊了几天胃口 为了查清楚那些小姐们的深称 也确实是废了一番周折 这会儿听他夸并不觉得得意 他揉了揉额头靠在车壁上对他说 你要这些到底做何用 余叔不能将夏江明的秘密告诉薛瑞 这两天也想好了怎么解释 于是将写满八字深沉的信尖收回怀里 一本正经地告诉他 我说 我要夜里观星象 察觉到太史书院还要再出一套人命 你信吗 薛瑞看了他一眼 脸上一点都不信他鬼扯 哼 少糊弄我 说实话 他若是有断人生死的本事 何必到太史书院去修学 说出来 一早被司天坚提拔了 哈哈 余叔甘笑了一声道 其实我也不太确定 只是猜测 目前来看 曹小姐的死 并没有能成功地赖到景臣的头上 云眼人都看得出来 他是被诬陷的 我假设真凶心存不甘 不然 身为同伙的季心璇 为何会接近景臣 想必接下来他们还会有动作 最坏的打算 就是太史书院再有人遇害 所以我想从这一点着手 我虽然没有本事断人死期 可是有能力从八字上 推算出祸事以小见大 说不定能有所洞察 这便是我缩的眉目了 他的话乍一听 合情合理 然而不乏强迁之处 薛瑞不是没有听出来 先前对他期待过高 此时难免失望 却没有想到 他是为了掩盖别的事实 那你为什么 只要我调查 今年新入院的女子深称 薛瑞仍有疑问 余叔理所当然说 啊 太史书院有院生将近两百人 同景臣有交集的女学生 多是今年新入院的 曹小姐不也是吗 凶手若再找寻目标 十有八九是会从这群人手里下手 其实是因为夏江明的梦境 明确地告诉他 遭人推下楼的女子 是身穿粉红长服的心愿生 薛瑞思索的一阵 总觉得余叔的说法哪里不靠谱 然而看着他神情积极 却不好再做质疑 只能由着他去了 回到望基楼 余叔便一头扎进了书房里 将到手的十多份八字拿出来推算 午饭的时候 薛瑞上楼来看过他一回 便他一门心思地铺在了某种意测上 摇了摇头下楼去了 大概是因为早上看过奇化的缘故 余叔推算出奇的顺利 事半功倍 在黄昏之前 他便将手中除开曹又龄 和他自己以外的十二名女院生 近半个月内的从大到小的祸食 全部推算了出来 结果只有一个人引起了余叔的注意 这个人出乎意料的还是他认识的 从祸食上看 这个月的二十日 此女将有一场杀身之祸 本来这个人死不死 余叔是说不准的 可搭配上夏江敏的梦境 不出意外 那个被推下楼的女子就是他了 四月二十 二十 余叔自言自语了一会儿 突然间想起来 四月二十这一天 不正是刘潭在宣春园 白酒宴的日子吗 余叔猛地站起来 推开椅子 将桌子上散乱的纸张 拢到了一处 叮嘱正在端茶进来的小爹 待会儿烧掉 就匆匆下了楼去找薛瑞商量 薛瑞今天没有外出 就在楼下翻看涉案人士的口供 见余叔推门进来 一脸的沉重 不由地跟着他的心往上提了一下 脱口道 怎么样 算出什么了 余叔将门关着岩石 走过去在他的旁边坐下 迟出不知道如何开口跟他讲明 薛瑞本来就不抱什么希望 却见他这个样子 竟不知好坏了 于是哭笑不得地说 哎 你要说就说 做什么磨磨叽叽的 让我跟着心急啊 嗯 算是算出来了 的确有一个女学生要出事 而且日子就在九皇子九宴的那一天 薛瑞陡然一皱眉头 做准了 余叔点了点头 一半真话 一半假话地告诉他 从他的深沉上看 是有一场杀生之祸在即 就是不知道 同书院这桩凶案有没有关系了 薛瑞面露思索 半赏未雨 余叔偏过头 看着神情严肃的他 过了一会儿 刚才试探着提议 嗯 依我之见 到了那一天 我们不如盯着他守株待兔 或许能把凶手给揪出来 他这样做 分明是利用秦月柔作耳 企图调出凶案背后的那条鲨鱼 此举有失人意 他斟酌了再三才说出来 是怕薛瑞会反对 余叔能想到的 薛瑞自然也想到了这一点 心中正在迟疑 就被他先提了出来 转头看向他 仔细一些 不难发现他眼中的顾虑 心念一转 神色软下 对他说 啊 维京之计也只能这样了 这么大的事 应由他这个男人来发愁才对 何须要他小心翼翼的左右为难 虞叔见他不反对 才放下心道 那咱们就合计合计 到那天把人盯好了 不管同曹小姐的死有没有关联 都不能让人再添一条人命了 薛瑞点头认可 这才问他 哎 你还没有说呢 刚有出事的是哪家小姐 哎 虞叔苦笑 这个人我也认得 上个月底 我在望鸡楼开宴 同星六一起来的那位秦小姐 你见过吧 就是他了 不错 他所算出的 将有杀身之祸的那个倒霉鬼 正是秦月柔了 薛瑞回想起来 对秦月柔有一点印象 又联想到秦氏一门 便同虞叔说起了秦氏家的背景 两个人商量过后 拿定了主意 总算不至于 再像没有头的苍蝇一样 干着急 左姓余叔提前确认了 太史书院今年长服的颜色 而薛瑞也从各种途径 查清楚了相关人士的生辰拔字 两个人才能改变眼下被动的局面 从明到暗 4月17 昨日又是一场雨 太史书院暂时笼罩在一片 阴凉湿润的空气当中 抚平了不少躁动不安的情绪 虞叔昨天才听说司马奎院士的星象讲学 正逢七 今天下午又到墨渣来听方子敬的奇术讲学 行奇书画作为奇术最早的起源 需由上了年纪的老先生讲起来才有味道 虞叔对方子敬第一堂课上的龙马合图印象深刻 期待着今天也能见到什么书法上的秘宝 然而方子敬今天并未准备长篇大论 上来便发给他们一人一张柳木纸 一个个叫上前来 让人站了他面前的一只鱼尾燕里的墨花来写字 摆明了架势 是要给他们册字 头一个上去的是一位二十来岁的男艺师 方子敬在他提笔前只问了一句 欲问何事 测字作为奇术之一 还算是十分常见的 不过在街头摆摊的艺客们 多是挂羊头卖狗肉 倒不真的 倒是大仪馆里 往往会安排上一位惊懂此数的艺师 倒也能为一些特别的客人解一解心头之祸 能坐在这里 方子敬当然不会是花架子 那男艺师想了想问道 学生上个月丢了一块腰配 因为十分喜爱 能问一问还寻得着吗 方子敬点了点头 是以他随便写了一个字 巧妇难为五米催 策字再齐 首先也要知人所问之事 在观人书写 才能有补算 但是一个没头没脑的字拿过来 神仙也看不出端倪 急于怨声都不远不近的围在边上观望 于书瞅到他写了一个寻字 别的没什么 那墨色 却与寻常的墨稍有不同 不是带黑 也不是乌黑 而是略显粘稠的蓝黑色 于书猜想 那一小燕墨 是有些门道的 方子敬将字拿到面前 细观了一会儿 便唯唯道来 测字之术 涵盖种种 有则装头 有则街角 有则穿心 有则劈破 有则添笔 有则剪面 你们想来 刘尔文听过 北方一首文臣世家 大善便是策字之术 更有西年文臣义子 流传下来的一门策字齐学 不足外人道 他先是讲了一段话外题 说者无心 听者有意 于书尔文文臣世家 这便想起来 今年同他一起入学的 文绍安 也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 拜了哪几位院士 老夫庆吟奇术几十载 见识过的奇术 不亚于百数 融通的能有一十八种 当中就有一门策字 虽不足与文臣相论 然也可以拿得出手 凡观字所问之事 除却生死 都有一个说法 虞书同在场的所有人一样 听到方子敬轻描淡写地说出 他身怀十八种奇术 无不心计 奇术难求 得者无不自贞 世家之所以能够立足 最根本的条件之一 便是要有一门家传的奇术绝学 别人能掌握一门就谢天谢地 眼前这貌不惊人的老手 却足足融通了十八种 方子敬满意地看着这些年轻的面孔上挂满了崇敬 他不是有意的炫耀 而是心存激励 学艺者若无求学之心 便有再好的资质都是浪费 接着他便将那张柳木纸递给了对面的男艺师 铁口之段 这荀子 大开大合 可拆可减 下游方寸之地 并不离远 如老夫所料 你丢失之物 并非被人捡起 且回去在宿舍之处 好好的找一找 不出三日 定能寻回 难以时面露喜色 竟是毫不怀疑方子敬的说法 谢过后退到一旁 再唤别人上前 于书旁观 方子敬一个字一个字测过去 毫不含糊 然而结果却是有人欢喜有人愁 他一直留到最后一个 才走上前 问了一件无关紧要的事 此天间造印 我的算子印刻至今未发 劳烦院士帮我看一下 何时能送来 说吧 在纸上写了一个等字 方子敬扫了他一眼 神情与方才无二 只是在看他的字时 明显多用了一些时间 才给了他解答 不出三日 等着吧 于书点了点头 退开 今日供来了十四个院生 一一解完 一堂课就过去了 本来一群人沉浸在方才 所问之事上 领了方子敬丢下了两句话 却似抛了块砖头进池塘里 即日起至年末 你们当中 如有人能不缺席 又好学勤奋的 老夫便将今日所用的这门奇术 传授给他 然后是世家子弟 已经继承到了家传 听到方子敬这个许诺 也不禁激动起来 这可是奇术 哪个显多 比较周围躁动 于书倒是显得心平气和 不是他不信动 而是他有获使法则在手 眼瞅着将有补权的一日 哪有心思在贪图别人的 好了 今日就散了吧 各自回去准备黑白紫 下一讲 我们就说棋 方子敬向后靠在椅上 朝了一群弟子挥了挥衣袖 话末却叫住了于书 于蒜子留一留 老夫有事要交代你做 众人眼线地看了看于书 要知道做好了院士交代的事 日子长了 才有私下的指点 于书也从星六的口中得知 太史书院一些规矩 知道帮院士干货是好事 便老实地留下来 等人走干净了 方子敬才转身 去取了书柜底下一支齿长的锦盒 递给了于书的 秦兰今日不在 你帮老夫跑一趟腿 几日前老夫得盗子解惑 悟通了一门星输 这是谢礼 你代替送过去 愣着做什么 还不快去 别忘了回来答复 方子敬也不管于书 为何神色异样 将礼盒塞给他 便躺到一旁躺椅上 闭目养神去了 于书十分无奈 心说 自己怎么就这么好的运气 因为他已经躲着锦盛了 偏偏事事都与他有关 每回见到他对自己 冷着一张脸 视而不见的样子 他心里能好受吗 不管于书有多纠结 到底是抱着盒子走了 方子敬两手抱毙 眼睛睁开了一条缝 看着他的背影不见 轻哼了一声 自言自语 哼 这趟浑水 老夫不才都难呢 于书路上 见到了一位年长的怨声 询问之下 得知景臣这几日 在花园边上的香炉内降学 便寻了过去 太史书院的花园并不多大 没有几样奇花异草 不过花将勤快 春夏交替时日 也是一派繁荣景象 于书一路走过去 被垂下的枝头荡道 薅了两朵小花 闻了一闻 尚有香气 便随手收进了袖子里 香炉搭在石山上 于书顺着楼梯往上爬 走到一半就听到上边传来了熟悉的声音 仔细听正是景臣在讲学 那声音清明又无杂色 好认得很 上纸七官 杰云肯官 上炯官 紫臣官 上阳官 天阳官 玉宿官 太游官 相应的七星 贪狼 巨门 鹿存 文曲 兼真 武曲 破军 于书顿足在最后几节石台上 正犹豫着要不要上去 霍尔景臣的话音落下 又一道清冷的女声响起 不